好的 我们这比利时的选手抓出了一次机会 哎呀 第二回合很精彩 好 好 转身这个动作 接下来的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双方是群里敌 好 来的掌声给鬼斧锁命鼓励一下 哎呀 难道要出现KO对方吗 鬼斧锁命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好的 鼓励一下鬼斧锁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好的 鼓励一下鬼斧锁命 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好的 恭喜一下我们的篮子 篮方的 李逸律的选手 李逸律 李逸律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再一次出现了KO对手的情况 恭喜 不知道我们的鬼斧锁命 刚才可能是一击击中了中央的脑部 或者什么部位不能够继续的比赛 出到了这场比赛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 中共红河周委常委 周委秘书长 杨卫明 为六十三公斤级获得者颁发奖杯 有请 再次恭喜蓝色比利时的 李逸律 后来的六十三公斤级的冠军 恭喜掌声送给他 接着他非常的兴奋 当他击倒对手之后 四处的希望大家给他掌声 我们再次来的掌声给到他好不好 全手在这个时候 下来的掌声鼓励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期待一九的 本次太拳中国行 首战和合战的 两位女拳手的争霸赛 马上就要开始 Around six fifty seven kilo feeder weight it's for WMA title belt weming